然后bit里面的一些小细节 在面试的时候呢 可能会温暴 因为假设你在你的简历上写了 熟练使用bit 但有一些 面试的过程中的小问题 在这儿去讲一下 bit的committer是提交到哪呀 是提交到本地 如果你要想把这个数据 弄到浮器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bit的push 把它给push到浮器 那目前呢这儿还有两个指令 一个指令呢叫bitkro 一个指令呢叫bitkro 这两个指令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拿svn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svn 大家知道有一个指令 叫svn的checkout 这个有印象吗 它实际上是把图像的代码 完全的给弄下来对吧 那我们的git操作呢也有一个 这个操作叫bitkro 它是把图像的代码的 完全给弄下来 好那svn呢有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呢叫svn的update 这个还有一天吧 update是干什么事情的 update是更新代码对吧 就是看一下服务器上有什么新的代码了 然后呢这个更新一下 更新到这个本地 好有一个操作呢是叫svn的update 那我们这个git也有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呢就叫git的poo 利用这样一个gitpoo操作呢 它的效果类似于svn的update 它会把服务器上新的这个东西 或者变化的东西呢给弄到本地 那所以来讲我们这个操作步骤 如果第一次从服务器上搜下的代码 应该是gitclone对吧 那如果呢是往本地取标代码 应该是commit 那如果呢是把本地的代码 给弄到服务器上应该怎么样 gitpoo使 好那把这几个概念呢理一下 那一般与git相关的面试题呢 就是问克隆poo之间的区别 好那commit呢是提交在哪里 好这poo使呢有什么作用 了解一下这些则定 基本上这个bit呢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在开发的过程中呢 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操作 其实也就非常简单啊对吧 开发的时候所使用的操作 就是一个commit 提交到本地 那如果要提交到服务器 就应该是gitpush了对吧 把它给推上去 就这样一些则定就可以了 好那今天最后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些开源的项目 然后了解一下开源项目的一些 下载的单法 一些下载的叫技巧了 好那开源的网站呢 目前用的比较多的 有这样的几个 好 第一个呢就是github 这个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对吧 经常上这个github 会下一些代码 好那其实还有一个网站呢 叫扣着点google点comm 好那不过呢 谷歌这个网站有问题 是被中国政府给屏蔽掉了 对吧 你这可能看不了谷歌 好那在这儿呢没关系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一个翻墙软件对吧 好那这个这个软件呢 是反当反正谱的对吧 好我们用它呢实际上是为了学习 新的知识对吧 并不是为了反当反正谱 就打开这个游戏就可以了 好那可能这段呢 屏蔽的比较厉害一些 如果它送不到服务器 就多等待会儿了 好这等待会儿了 好行 那这个已经搜索到服务器了 对吧 好那我们再来已经打开 好这个网页里面呢 一般都是法轮功的一些什么 反动信息对吧 所以大家这个不用看它 好 就是新的版本升级 看到这个地盘 新版本上它会升级 新版本的分享能力呢 会大一些 好那我们要往这这个网站呢 是扣着点google.com 对吧 好那大家打开这个网站就可以了 好扣着点google.com 好那谷歌的这个开源网站呢 终于可以打开了 好其实这个网站呢 原来要比gethug还要活 但是后来google被评计掉之后 那中国人的贡献力量就少了很多 对吧 这个网站 目前绝大多数都是 国外的一些资源付款在上面的 那搜索什么呢 还单单你搜这种开源项目 都是跟你的业务需求相关的 假设呢 老板让你实现一个什么图片的放大缩小呀 或者让你去干一个 干一个什么新的 你以前没干过的活 那你做的事情 第一步呢应该是先看一看有没有人已经造好这个人字 如果有人造了这个人字 那你就去拿来使用就可以了 好那最好呢就是不要自己再把所有东西给重写一放 因为这样成本呢会很高 并且你自己写的稳定性呢 可能要怕很多 因为开源项目呢一般都是经过很多是维护了 好那我们 然后第一个需求呢就是 假设大家呢 想在安卓里面去播放一个GIF的动画图片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使用一个空间 这空间呢叫GIF6 好可以在Google扩载上去搜索一下 好GIF6 Advanced ் illa GIF6 GIF7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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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9月份这段时间属于封锁比较严重的一段时间 很多翻墙软件都不能正常的工作 如果一个不行 大家最好换一些别的软件 或者是淘宝上一个月花十块钱买一个VPN 这个VPN应该会比较稳定一些 淘宝上你搜VPN这关键字被评逼掉 你可能需要搜科学上网 或者有别的这样的一些关键课 来去搜索 去搜科学呀 或者科学上网 这样的一些关键课 目前这个谷歌呢 想不到 这里关系我有一个香港的国际 我们先把国际试试一下 我们先把国际试试试一下 我们先想起来又不明日花 好 那先把国际呢 是可以连接网络的 我们就 这个给大家做一下演示吧 先把国际试试是比较卡 那这样的话就远从桌面 奔到一个现场的服务器上 然后大家去打开这个浏览器 这个时候可以访问任意网站 好 那大家看这五颗是可以打开的 我们在这儿谷歌了点 一般大一点的公司呢 会给你提供一些翻墙的组断 因为如果你不翻墙的话 有很多资料呢 就搜索不到 好 没收什么呢 你就收个GIT6就可以了 好 以及这个设计 那这里面呢 大家就看到有很多的这种 开人的项目 对吧 都是GIT6 来看你这个负载人 他也 这个哥们应该是一个日本人 他也是 提交了这样一个开人项目 好 那我们呢 就打开某一个墙目 来给大家做一下演说 那这个墙目打开之后呢 大家去看一下 一般的Google Code上的开人项目呀 他会带有一个选项 叫download 对吧 这个download呢 就是下载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什么样 有圆码及demo 对吧 好 我们去下载某一个就可以了 圆码及demo 也就是这个去下载 好 那就是下载到这个桌面就行了 我把它给拷费到我的电脑上 好 那 拷费到这个电脑上 对不起 好 我们出质 出质 我们把它给拷费到这个电脑上 好 对 从桌面是支持 复制三期了 我们就直接把它给下下来了 好 那大概我们就从开源 开源的这个谷歌上呢 去下了一个 下了一个这个代码 对吧 好 在这儿呢 其实主要是想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谷歌的项目 有一些开源的项目 来看这个还好一点 它的这个download的里面 直接给我们提供的有这个圆码及该帽 对吧 那但是有一些项目啊 这个作者 它并没有把这个圆码呢 给我们报复出来 那这个怎么办成 大家可以看这个可能 它就没有暴露它的下载地址 这个暴露 有download的 对吧 好 大家看这个后面还有一个选项叫什么 叫Source 这个Source是什么 就是它的原代码 好 那谷歌上的所有的这个原代码呀 它的这个路径规则 我在这儿给大家去拷费一下 好 这个路径规则 给大家拷费一下 有一些同学 他没有把这个Source 或者download的暴露出来 那我们呢 也应该有经验 知道 然后把它的原码呢 给弄下来 好 我把这个放到我们的资料里面 放到这个资料里面 好 这个路径来看一下 这种什么样的路径 我们分析 好 这路径我要再拷费一下 广速比较慢 好 这路径来看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SVN 其他 对吧 好 那接下来是什么 HTTP冒号 然后冲写个 好 前面的这一段东西啊 实际上就是它这个开源项目的项目名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Google Code 在里面看我们SVN Chunk 然后后面呢 就是什么 Read away 就可以了 好 以后呢 如果大家看到一个谷歌 Code上的开源项目 看到一个谷歌 Code上的开源项目 然后呢 不知道 如何把它给下载下来 你就去来 猜它下载的URL 这应该是HTTP冒号 那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工程名 好 它这个开源项目叫什么名字 一边就写什么工程名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Google Code .com 然后SVN 我们知道Chunk是什么 是它的代码的主干 对吧 好 代码的主干 D-R-U-N-K 好 那下面呢 就是就是这个工程名 工程名 然后帐文成了 Read away 好 所以记者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可以了 好 那假设呢 以后你在这个Google Code 上找了一个开源项目 好 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颜色 好 Google Code 然后把一个开源项目 好 那有这样的一个软件 是安卓下的一个防火墙软件 好 这个防火墙软件的名字呢 叫防火墙软件的名字 叫做一条沃 好 不要卡 不动了 都不动了 好 A-N-T-R-O-I-D 好 那 这个网织在看吧 等一下看一下吧 有这样的一个开源项目呢 叫Juidware 它是安卓下的一个防火墙软件 防火墙软件 好 那这个防火墙软件呢 大家去看一下 它一个开发者呢 它并没有把这个圆满 给它暴露出来 对吧 好 来看有project 然后还有我们啊 有wiki 有issue 这个下载地址 好 但是呢 我们是有经验的从事儿 对吧 好 那大家去看一下 现物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做一条沃 对吧 所以它就下载地址呢 我们最近猜测 应该是HPTP 炭号友 冲斜杠 那这里的名字叫 celebrity war 然后呢 就是googlecodeoff svn 下面的这个地址呢 是叫你看 看看 diu1k 好吧 那光处名呢 应该是叫 还是叫 Joyal World O-I-D W-L 然后接下来是 Way的 O-L 好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址了 好 那这个地址呢 我们来猜测一下 看看能不能访问 好 虽然它并没有给我们暴露出来 我们在这呢 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访问 我们再试一下 好 那现在这个链接了 打开了 我们把这个地址呢 给粘贴过来 好 这个地址粘贴过来 我们挑一下回车 大家看能不能访问到里面的内容 好 那我们挑上的 我们把后面的这个read only呢 先来吃掉 前面没有写错吧 做一个word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去看到 我们已经定位到我们的目录了 对吧 好 在这个目录里面 大家看到 这个目录结构有什么样 Tiger字 这个Tiger字 我们知道应该是一些 保存档的版本 对吧 好 来看哪个版本呢 都在这做的存档 然后呢 你去打开某一个地址 还有1.4.1 好 你看看 这是不是一个安卓工程呀 对吧 好 有SRC 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干嘛 好 就把它给打开 做一个word 好 哎 看到这里面有 什么good broadcast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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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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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这个圆码呢 给弄到 我们可以把它给下下来了 好 所以呢 在google code上 大家找到了相关的案例或者工程 那采用这种方式呢 是可以把任意一个谷歌扣的圆码呢 给下下来的 好 这个需要翻墙才能够下来了 好 你们就演示到这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这个 国内用的比较多的开放赞 它的名字呢 叫扣着点淘宝点 不挖机 好 这个实际上也是淘宝的一些同学而做的一个 开明社区 不过目前呢 并不是特别的火 好 我们试一下 叫扣着点淘宝点 欧亚系 好 这里面也是托管了很多的开源项目 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 这网是门的 但是这个假的 三个公路 有兴趣是正常的 好 这个呢 是淘宝的一个开箱 叫超扣的 对吧 那也是阿里云 就是阿里云创造团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去搜索 比如说 你来一个关键子安卓 那像安卓下的一些开项目呢 这个就都会把它给列出来了 好 这个网站呢 目前来看一下 安卓的一些基础类库呀 然后安卓的一些测试项目 好 那这个网站是淘宝最近推出来的 大家呢 也可以去持着去使用一下 好 目前也是免费的 好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网站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Bithub.com 对吧 其实后面我们很多个项目呢 都会或多或少的 使用这个Bithub.com 这个网站 那你在使用这个网站的时候 下载它的一些开源项目 好 这些开源项目呢 你下下来之后 可能里面的这个东西有非常多 你下下来之后 里面的这个东西很多 你可能觉得 哎 很难理解 或者看起来呢 头都大了 对吧 好 这么多东西从哪去入手呀 怎么去看呀 好 在这儿也是给大家 就介绍一个小技巧 好 我们打开这个网站 再看一下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Geek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把你写的这个代码的 每一个版本都给列出来 对吧 我们知道SVN或者Geek都有这样的功能 把这个版本的一个变化过程呢 给列出来 嗯 等一下吧 嗯 去把我的手机拿过来 好 那一般呢 我们在用这个Github网站上的话 我们在讲基础的时候 应该给大家介绍过一些 什么黑心可以去TPT这样的 这样的开源框架 对吧 还有K-SVNC HTT 好 这些框架呢 你下下来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 它里面的这个东西呀 很多 然后这个代码 你看到觉得有些小通谱 对吧 好 那其实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那怎么做呢 你克隆一下它的离子 然后呢 你打开一个电价 然后选择这个Github网 好 那怎么做 还是把这个路径呢 给塞进来 对吧 那点就OK 然后它又把服务器上的这个弹码呢 以这种乌灰的方式 给它拖下来 对吧 好 我们去看它很快的就拖下来 我的嘴有多大 好像图片特别大 小会儿就下来 好 Async HDB 这样一个开人的 HDB的协议 对吧 好 大家看这个乌龟呢 正在往下弄 对这个Object ReceivingObject 这个网组慢的原因呢 是Github的网站本身在中国没有什么性向服务器 然后它下载的话也本身就是比较慢 所以我们去看开箱 然后转入18 好 大概一分钟左右呢 我们下下来 速度才20度可以每秒 目前是1.1公分 总共不会超过10公分 好 那这下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版本控制服务器 去看它的所有的代码变更的历史了 我们等它下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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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